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中心设计者刘春婷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香岛猫咪博览会的现场 那么这个博览会呢不仅迎集了各种文创产品 还有猫咪的用品 还等什么 跟我一起去逛展吧 发现这个猫咪博览会真的是人山人海 比我预期的人要多很多 基本都是在摩肩接种了 那么现在呢也正好是下午 其实是到了喝下午茶的时候 我刚刚发现了一家专门给猫猫做甜品的 这个猫咪下午茶店 让我们一起去看一下吧 我们今天带了一些cupcake 然后一些杯子蛋糕 一些卷蛋糕 一些cookie 然后呢也有mousse 因为呢mousse就是没有任何的乳糖 所以呢就是猫可以安全的进食的 我们开了大概三四个小时 我们已经比 效量比预期中非常好 因为我们我们准备了三天的东西 大概已经一半一半已经没有了 可以看到啊 现场呢还有给这个猫咪 饲养者举办的讲座来教授他们合理和科学喂养猫咪的一些知识 我们就是一个在香港的很大的讨论区大概有35万个香港人 然后我们每天都有面对不同的猫的问题 然后所以我们把所有的问题总结下来就有十八堂不同的包括猫的去去去去吃了什么喝了什么他们心情怎样 然后以后面对的健康问题所有所有的东西我们都包括在这三天里面的十八堂 我们希望我们通过这些管剪作以后让人让猫个得更舒服更好 那么我现在看到了一家3D定制公仔的体验店让我进去体验一下 那这就是摄影棚我直接进去就可以是吧 可以看到这个摄影棚好亮的高光 然后我今天都有带猫咪所以就假装这个网络是我的虫子吧 那我是看哪里的大概正面 哦正面哦 我刚刚在里面hold住了五秒钟看一下我的这个3D效果 这个3D打印的照片呢已经完成了 那么之后呢就是会送到工厂 然后可以打印出一个这样大小的这个微缩的人偶 这样就可以收获一个他的这个永久的这个手办 然后保存在家中 我觉得也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今天这个大概发了多少预算呢 哇今天啊花了四千多了应该是 因为我有两只猫猫 对我来说很很重要的 看到这个活动之后就想马上来参加 因为我们家猫猫也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 今天来是不是很多人给猫猫拍照 好多人小朋友也好喜欢 但是他很乖没有叫 挺出乎我的意料的 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合适他的猫粮 他要给猫猫多交一些朋友 逛了一圈我发现这个博览会呢 不光有体验活动 有很多猫咪元素的衣服视频等等 所以不管您是否是养猫人士 只要是喜欢猫咪的人都可以来体验 博览会会持续到17号 欢迎来打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